在2016年有部神奇的动画 我太受欢迎了该怎么办 又是一部搞笑的后宫动画 但这一次开后宫的不是男主 而是一个身材肥胖的女主 回到在他身边的男神数不胜数 就连学校的F4校草都拜倒在他的石榴裙下 那么这个少女该如何选择他的另一半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女主华一是个小胖子 而且还很窄 平日里最喜欢给学校里的漂亮男孩配对 脑补美好画面 球场上打篮球的男孩幼腑和西 就是他的脑补对象之一 花衣没有过多的户外运动 唯一的乐趣就是宰在家里看漫画 某天花衣最喜欢的一个动画角色西安 突然领便当挂掉了 大受打击的她 在家里不吃不喝一个礼拜 没想到竟然因此瘦身而变成了一个大美女 完美变身的花衣重返校园 一来走廊里的男男女女纷纷侧目 每一伙功夫就成了学校里的人气女神 但花衣却不知道自己平日里脑补的男神们 都已经注意到她了 成了人气女神还不自知的花衣 一几二连三地收到男神们的约会邀请 花衣再三角色后 决定将所有的男生聚在一起 拿一丝心约会完 他们来到第一站是电影院 在走出电影院之后 旁边一家店铺正在出售自己 想买很久的一个真产品男神西安的报纸 但如果买的那就是等于承认自己是一个宅女 他不想让其他人知道自己是这么一个人 本来想咬牙尖直住的 但花衣高估了自己 在店家喊出只剩下最后一个的时候 就义无反顾地冲了进去 约会的男神们虽然都很惊讶 但还是表示支持花衣火出自己 这就是瘦身后的好处 只要长得可爱 即便是变态 他们也喜欢 后来 花衣收到了学校女子足球的求助 希望她来做外援参加这周末的练习赛 花衣痛快地答应下来 其他三位男生听说后 也决定出点力给花衣知道 只有西医坚决反对花衣去踢球 俄伦还因此超脱不可开交 但这更加坚定了花衣坚持 训练并赢得比赛的决心 训练期间 其他三个男生为了避免他们二人单独相处也凑了过来 然后相聚去花衣家里进行补习 花衣为此好一顿在房间里收拾 但还是无意间当他们发现了一丝蛛丝马迹 花衣给西安祭拜的照片就这样被看见了 好不容易掩饰过这尴尬的一幕后 因为担心变漂亮的妹妹被男生骗了 花衣的哥哥来到房间里才撞的花衣是死肥宅的谎言 依次想要吓走那些男生 但是只要长得可爱 即使是变态都会喜欢不是吗 本来还担心自己这小众癖好会惹人烦 但眼看大家都能理解 花衣便不再隐藏自己的兴趣 学校即将举办学员季花衣的班级准备开办 Cosplay咖啡店 对此花衣干劲十足 随能的班级要演出话剧 可怜的她被猜全决定出演公主的角色 花衣很想看随能女装可爱的样子 自见要为随能做造型 在学员季紧紧张的准备过程中 F4男神都来帮忙 幼浮却突然意识到大家这种和睦的相处模式 很不利于她与花衣的感情发展 总算有个明白人了 于是她决定摊白当众向花衣告白 其他三人表示不信 F4男围起来便商量好了如何评分花衣的时间 并做了主张 但是在F4男轮番下来 每到二人相组到最好的时候 时间就到了 所以说蓝人终究还是要快准 一天下来 花衣终于忍受不了了 找到自己的好朋友小敦 尽速自己的鼓水 本来自己想要做一个观众 却没想到做了女主角 而且度于男生牵手拥抱什么的亲密举动 都没有免疫力 说不好听点就是 只要长得好看 其实是变态 花衣也都会喜欢 男女主全程都是言狗 起个秀 所以小敦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只是让花衣放宽心慢慢相处 说到小敦去买音频 想要花衣冷静一下 但多久下来 花衣却遇到了三个小流氓 这些西他们三人赶到 和那三个男生打了起来 但是花衣真的对于这种情况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崩溃之下 将自己的心情投入出来 大家也终于慢下脚步 和花衣慢慢相处 而学员机也到了尾声 很快就要到圣诞节了 四位男神又邀请花衣 一起开圣诞派对 最大的同能志集脉会 在这里花衣结识了一位 叫芝麻恶科的慈神妇女 两人一拍即合 来到恶科家里 还发现这就是一个富二代 一间书房里到处都是小说 漫画同能志 简直就是花衣的梦想天堂 可很快 花衣又成了几个男神的噩梦 因为情人节快到了 花衣本想凭借自己的手艺 做一个情人节巧克力 去参加比赛 可是她的雕工实在差劲 最后出来的成品简直不能看 秉着不能浪费食物的原则 花衣把失败的巧克力 全部当零食给吃掉了 结果体重 又回到了当初的小庞子 男神们看到求养花衣后 大受打击 决定给花衣制定减肥计划 一般操作下来 体重没有变 反而把花衣折腾的 不要不要的 幽浮完全不在乎 她的外在形象 反而更加喜欢她了 这难道就是爱吗 但是其他人还是决定 帮助花衣减肥 两个男神更是开的大招 只要花衣能够减肥成功 就答应在她面前还原 任何漫画才会出现的 窄斧画面 终其大奖更是男神的Kiss 只是这个Kiss有些不同 终于在这个基地下 花衣减肥成功了 而两个男神 有没有履行承诺 那就不知道了 而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花衣迷上了 其他新翻动画的角色 而今天是动画 主公原型白鬼交互的几日 当听说隔壁岛上 有主公的鬼魂出没 花衣二话不说 就拉着大家去探险 然而过程并不顺利 不仅遭遇了落水 还在森林里迷了路 更糟糕的是 六千学长花衣两人 还和大家走散了 可这就便宜了学长 虽然名义上是 给花衣烘干衣服 但这种体温取暖 真的不能接受 最要命的是 花衣醒来后 根本不知道 自己被占了便宜 所有两人还在森林里 遇到动漫主人公的鬼魂 在花衣的努力下 利用研究漫画的功底 让鬼魂自行小退 大家才得以再次相聚一起 可是看到鬼魂 只是因为他们吃饭吃到了 会置换的蘑菇罢了 而听过这次冒险 其实每个人 都与花衣的关系更进一步 只有西一人 与花衣迟迟 没有进展 甚至连牵手都没有牵过 这让他非常心急 再听说了 花衣决定开始 每天去打工的消息 男神斯敦族和二科 立刻决定 也去花衣打工的游乐园应聘 纵男神中 只有西跟花衣 分配在了一个部门 等西因为感冒发烧 晕到了 醒来后发现花衣 跟着过来照顾自己 家中父母也不在 只有西妹妹在家 在这种得天独厚的情况下 迷迷糊糊不清醒的西 终于吻到了花衣 虽然后来都解释清楚了 但是第二天西跟花衣相遇的时候 还是有点小尴尬 等到暑假 大家硬要前往 二科家的林海别墅玩耍 腐败还瘦路的笋人 躲在厕所 一想到自己要穿泳装 就消沉不已 西河又附着两个激动男 果汁 用冲浪抢进了风头 不服输的笋人 抢走冲浪板 也想在花衣面前 表现一下 却甩不过三秒 后来他跟花衣 遇见了几个小流氓 虽然损能很胆小 但还是义无反顾地保护了花衣 后来六剑学长在学校活动室里 找到了一张藏宝图 于是提议大家一起寻宝 二科花衣六剑是否真心喜欢花衣 其他人也决定趁机询问 大家来到后山的洞窟 一进去六剑就被西损能 幽浮逼问心意 但六剑却说自己喜欢呀 而且他还喜欢损能 喜欢西 喜欢幽浮 停停停停停 显然六剑学长是误会了大家的意思 可是六剑真不知道自己又没有喜欢花衣 他的回答显得非常的呆 后来这个问题就这样跳过了 但是过了一会儿 一群蝙蝠的出现 让大伙又失散了 六剑学长幸运地跟花衣独处 可是六剑怕黑 没想到花衣就很自然地牵着六剑的手 带着他往前走 六剑终于明白了自己的情感 爆出了花衣 感情学长才是最会玩的 表现出自己并不在乎女主 随后在暗中出击 而在第二天 六剑学长的哥哥六剑依马来到学校 作为实习老师的依马一眼就看中了花衣 还要求交往 看着哥哥对花衣越发亲密起来 其他几人突然团结起来 一起对付依马 与天然呆的六剑不同 附黑的依马顽略顺能等人 就连恶科也败下阵来 六剑还因此被关进了小黑屋 后来依马找到弟弟单挑工程卡片的游戏 要是六剑输了的话 就要放弃自己最重要的东西 也就是花衣 比赛当天能杀能害 过程一搏三折 哥哥依马还是小看的弟弟 意外的掉落了陷阱输掉的比赛 但他们兄弟二人关系却得到了升华 因为哥哥之所以会追求花衣 只是想要让六剑更清楚花衣对他的重要性 不然天然呆的弟弟注定会重回败犬 之后六剑学长对花衣告白 可惜花衣没有听见 但其他四人都听见了 于是把六剑拐出来质问 六剑决定把心意传达给花衣 还提议大家都去跟花衣表白 你可真是不见话呀老哥 眼看六剑就要抢先了 其他四人必须要阻止他才行 隔天阿克等人各显神通 还偷偷用花衣的手机把六剑给拉黑了 可花衣虽然也和男生们各自单独相处过 但能再苦恼不着该如何选择 几点后六剑终于发了大招 要和大家在天台一决胜负 等到了该公布答案的那一天 没想到花衣竟然选择了 即将复活在第二季出现的喜爱 这个答案虽然完美 但对于现实中的无人而言 这不是答案啊 故事结束 这部动画的评价又是褒贬不一 骂的理由几乎都是如出一辙 认为女主时代太渣了 看了半天没有给回应出算了 剧情也是属于老套路 整一组玛丽苏单纯人设来恶心 谁能好家伙 自古后宫卖弄已经不是什么大事了 但是每一次卖弄的后宫 都会被观众喷出响 为何不干脆出李帆得了 撩人的妖艳见惑也要被骂 单纯玛丽苏的宅妇女也要被骂 故事类型已经很清楚地标出了 以女类型不喜欢的人真的可以老到 最后遇的人就是抱着一些恶心思想来看翻 结果没有得到自己歪歪的画面 就气不打一出 直接来个查评 这一话一到后面跟谁在一起 相信应该有人知道答案 我就不去透露 让大家去说吧 另外 我认为如果想要从动漫中看现实的话 我觉得女主没有马上选出一个人 应该才是最合理的表现 毕竟 曾经可是被人天天白艳 突然摇身变身 打美女 这种时候 是个人都很难能够冷静 自己是喜欢谁 这结局没毛病啊 而如果你最近有打算减肥的话 真的 我超级推荐看这部动画 因为只要你瘦了 天天都是偶像剧 98%的人瘦下来都是好看的 可99%的小胖子压根就瘦不下来 而里面还有一些关于大局的内容 我就没有刻意去细说 感兴趣的人 可以自己去看 朋友视频 今天你对自己的体重还满意吗 你敢不敢在评论区留下 你自己的体重 我是少年 一位明年又可爱的97年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大家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转发 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